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物尽其用 又来了吗 还是和之前一样啊 虽然弱小 却很难缠 好吧 那就再来一次 哦 真彩 等等 他们不会是 状况 有点蹊跷 人类总喜欢讲究效率 要想让某人回心转意 最好的方式 恐怕就是在效率上拿出诚意 刚刚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感觉如何 所以 你把那些怪物 那片游溢着星辰的天海 影子原本就和它们视同水火 而又此消彼长 不过 这次我想要的只是和你好好谈谈 因此帮你消灭怪物在价值层面并不公平 下不为例 那为什么你之前不这样做 既然你有这种能力 应该不至于被我威胁才对 被威胁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吧 相对而言 行动都有代价 如果不能确保有所收获 我还是更乐意什么也不做 那如果我真的用锤子砸你呢 如果长见识的代价只是被砸两下 我倒是无所谓 舍弃唯一的求生机会 却也要执意做些损己利人的事 这种人想见一次可不容易 还是正式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 虽然有些拗口 但你可以称呼我为 绝 倒不是我在谋求合作时自夸 比起他所留下的炎与木之流 作为工具 我还是要全面的多 这好像与所谓的求生机会并无关系 你还真是目的明确 不然呢 按照你的理论向你进行其他追问 不也意味着需要另外掏钱吗 嗯 明智的见解 毕竟作为工具 我能为你做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点 对于不知焰足的人来说 这反倒太过危险 不过 你大可不必如此警惕 等价交换并非我的风格 而是我的机能 即使你身上真的有利可图 如果我不能先给予你一些什么 促成一场交易 那我同样也没有能力 从你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帮我修好那个大猫 别那么心急啊 即使我此刻的确是这狼球之内的至高大能 也同样无法立刻实现你的愿望 但这也并不影响它成为交易的内容 任何目的的达成方法不都多种多样吗 比如 我完全知晓狼球得以存续的关键 因此在我的引导下 你完全有能力凭一己之力毁灭眼前的世界 那么也就自然能够再次逃身入海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 没关系 那我们 嗯 哎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 随意开玩笑对于我们的交谈没什么帮助 很好 看来总是和松雀待在一起 让我对人类的多样性失去了必要的敏感 那么 直入正题 首先 我必须说明一点 你那些朋友的去向我并不知情 毕竟在狼秋 通路从未像刚才那样被启动过 至于我自己 作为一样工具 也并没有被分配到与之相关的记忆 当然 工具与工具也存在分别 一位圆钉的工具 无论如何都只能用来修剪枝叶 而一位铁匠的工具 却足以成为一场战争的动乱之源 而我 属于造物之人的工具 为此 我必须无所不能 就像那些曾以树为名 行于世上 并将人间回去 使之就此分为天堂与地狱的人 先不追究你说的天堂与地狱是什么意思 全能之神能否创造出他无法举起的石头 难道你们是想现场表演一下这个悖论吗 这倒是很容易理解吧 作为造物之人的工具 我的无所不能终究要诱于规则之中 而以树为名的几位 却时刻立于其上 他们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规则 在这个世界上 我所创造的所有我无法举起来的石头 都是我可以举起来的石头 文字游戏 总之在你看来 想要启动那边的装置 也就只有求助于你说的那些树 不过 你真的有必要把花绕这么大一圈吗 有必要 作为工具 于合理的范围内 我会一字不差地达成你的要求 但也正因为一字不差 在向我提出要求的时候 也请务必小心谨慎 以免在看到结果的时候 才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表述不够清晰 如你所见 我唯一的使用者不知所踪 总要有人代替它履行职责 但让任何一位树从永眠中醒来 都称得上是一桩弥天之罪 看来你还有其他事没有告诉我 不 事情很单纯 我不知道在你的来处是否也有关于造物主的传说 如果你选择去寻找他们 最终 你绝不会认为自己行为高尚 而只会认为自己不可饶恕 那很好 因为我既不高尚 也不需要饶恕 我并不在乎你的文字游戏 也不在乎你背后的目的 我只需要重启通路和伙伴会合 继续我们的一心之旅 很好 那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就这样而已吗 会不会太草率了 如果你想签订契约 恐怕眼下没什么能将你我一同约束的准则 倒也不用那么麻烦 嗯 要不 出发之前 你先叫我一声主人 出 好了 也不用这么当真 现在可以确定 你的确没有什么幽默细胞 而且现在玩这个也没意思 等以后有外人的时候 再让你这么称呼我 出发吧 第一步该怎么做 这需要你说出你想要做的事 或者你想要的东西 就像施工图纸一样 越详细越好 那就 直接带我去我现在最应该去的地方吧 基于我对人工智能那微妙的不信任 比起过度你和我的口述 让你直接进行自动巡路 恐怕才更符合我的诉求 还真是奇怪的需求 不过也好 熟悉使用方法的过程 当然也得包括犯错 那 如你所愿 我 这里和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 像我说过的那样 提出要求的时候总归还是越详细越好 哪怕是些微其意 往往也会让你事与愿违 不过比起一些更加严重而危险的谬物 眼前的情况至少没有危机性命 可我为什么最应该来这里 到底确实一次不差 你应该先提醒我的 因为事实上我的确不在乎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 被使用 以及确保自己还能够被使用 你应当明白 一把被握在手里的刀 并没有义务提醒它的使用者 不要去抹自己的脖子 当然 如果你有相应的遗愿 我倒是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你就不能抛出一些正面的话题吗 嗯 如果这也是你的需求 那么 当然可以 比如你可以利用这场谬误 正确地补充养分 而在这段时间中 我可以帮助你做一些 探索性的尝试 是关于你说的那种术吗 倒也没错 在叫醒他们之前 那些人也的确需要 用另一种方式补充养分 不过 我刚才其实是指 我们这是回来了 回来 哦 这里就是你的家乡吗 学梦者 嗯 这里就是地处欧夏市中心的安和大厦 是一处复合性商圈 我的学生宿舍也在这里 哇 这看上去可比琥珀界强一百倍啊 是吗 我倒是感觉两边都挺好玩的 可拉利 你听说过 把学生宿舍放在商圈里的事情吗 可拉利 糟了 太难道没跟上我们 被拉在另一边了 不行不行 那可得赶紧回去一趟 不死 呃 什么什么反应也没有 刚才不就是这样这样还有这样 果然之前只是碰运气呢 这下麻烦了 很抱歉 各位 我能理解转瞬即逝的不甘 但根据根源物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未知的数据之海浮现物 就地疾病 陈学姐 你还是别那陌生人开玩笑吧 他们怎么知道根源物质管理条例 根本没有第二十二条吗 你干嘛一下就揭穿我吗 真没意思 那么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们这位朋友的学姐 洛晨雪 怎么你也开始用这个名字称呼我了 总之 寻蒙者的通信器之前的确接到了这边的信号啊 只不过通讯太不稳定 没办法回复消息 嗯 复现情景 活跃的末日之矛 会和历史上的那件事有关吗 对 你是叫松队小姐吧 看到这个自由发展了一百年的世界 感想如何 诶 抓能问我吗 那当然了 毕竟你 哦 看来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啊 那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悬念暗下不表 倒也不错 好 言归正传 虽说赫丽娅小姐此刻一定很担心自己同伴的安危 但依我之见 你只要在这末日之矛附近耐心等待片刻 关于她的消息 或许就会自己送上门来 呃 虽然我的确不够了解这边世界的情况 但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归根结底 哟 比我想象中还要快不少啊 喂 喂 那边是寻梦者吗 赫丽娅是不是还和你在一起 克拉利 是你吗 克拉利 笨蛋 你在火星上还能认识几个克拉利 还是说 我应该装模作样地说一声 好久不见 哦 我原本以为 那个叫做梦日之矛的东西已经很古怪了 现在这又是什么情况 哦 是西纳迪亚 那松阙一定也和你们在一起了 听到其他人从这里面发出声音还真是奇怪 不过的确 咱也跟着过来了 哎呀 这地方可真是太繁华了 看上面的数字 他们家这楼还不是有一百层呢 店铺也比琥珀街多了好多 咱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呃 这也不是我家呀 只是我家翘翘在这栋楼里而已 嗨 没差没差 你既然住在这里 那邻里街坊不也都像你的家人一样 那个 现代社会不会这样了 很抱歉打搅你们的兴致 但克拉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和松阙商量 你们之间的通话 是我个人铺就的探索性尝试 并不适合用来烙家常 哎呀 原来郑主也在呀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声音是绝 算是这种法器本来会发出的声音 之前一直没来得及给你们引荐 别看他现在冷冰冰的 当年也称得上是一位美妇人呢 松阙 算上你们通路今天打开过两次 今天是多长的时间范围 从十点二十分开始 我就一直在监测末日之矛的数据 在寻梦者返回之前 并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那可不好说 我判断不了那么精确 但出于保险起见 也许你们需要排查一下 影子是否顺着通路渗透到了你们的世界 考虑到我也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克拉里和我如今能够和身处不同世界的你们轻松恢复联系 也同样是有蹊跷 的确如此 我们此刻正身处琥珀街 也就是远离那个毛的位置 明白事情哪里奇怪了吗 我们此刻的通话 或许与末日之矛的异状没有任何关系 不错 寻梦者的姐姐悟性很好 但这样一来 事情可就变得麻烦了 麻烦 是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吗 的确可以这么说 末日之矛并不神秘 简单来说 它是世界炮中独一无二的起点 只要有足够强大 或者能与之共鸣的能量形式 就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更高的维度 话虽如此 希娜同学与末日之矛产生了共鸣 让我们和其他的世界建立起了联系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令人惊奇的事 只是 如果我们此刻建立的通信 其实与末日之矛毫无关系 那么整个欧下室的稳定性 或许都在面临挑战 我原本还在思考要如何尽地主之意 为寻梦者的各位伙伴接风洗尘 但现在看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危机的迹象 但考虑到事态潜在的严重性 我希望各位刻随主便 暂时根据我的指示行动 没关系 不用客气 我们都听你的 好 说是指示 现阶段倒也不必大动干戈 由许梦者 希娜迪亚 赫里亚组成一队 松雀和我组成另一队 大家先暗中探访 目前这个楼层中的店铺 调查有没有和你们所说的影子相关的异常 世界炮的稳定性 事件大事 我不希望在有切实证据之前 就盲目搅乱大家的日常生活 这一点 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吗 我当然没有问题 我也没有问题 松雀小姐 你们别看我呀 我哪有什么问题呀 只是 这附近实在太好看了 我刚刚有点走神而已 没关系 寻梦者和我对这栋安和大厦都非常了解 大家在调查途中想了解什么 只要问我们两个就好 而行动路线 机关类的公共部门还有楼上的店面 就由我来搞定吧 寻梦者可以去看看古墨 巢居 丝织梦 甜蜜舌尖 66800货这几家店有没有可疑的情况 然后大家在楼下的市民大厅重新碰头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各自出发吧 这么快吗 那当然了 就算概率只有0.001% 这也不是什么小事 您就暂且服从命令听指挥吧 交给我吧 也只好按陈学姐说的去做了 是一条花 1.1% 但是 这个花 月 得 够 木 ? 儿 已经没事了 不要紧忙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真没事 在树旧之海里待太久了 偶尔是会有这种副作用 过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 走吧 我们先去书店里看看 晴朗的日子里 有时候也会想和太阳聊聊天呢 有时候也想去一些奇奇怪怪的 你好 今天也来陪猫咪们玩吗 这是新朋友吗 欢迎欢迎 我倒也不是带他们来玩的 今天店里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呢 是非常和平的一天 所以是陈学姐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 就是她想确认一下 自己的新实验 对周边有没有造成影响 那真的没有了 你就让她放心吧 我也还有工作 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忙吧 请老的日子里 有时候也会 哦 没想到你信口开河也有一手啊 她应该是指你那趟 所谓新实验的说法吧 嗯 这也不算说谎吧 末日之矛的义状 对陈学姐来说 确实就像一项新实验一样嘛 看来以后就算要去当坏蛋 寻魔者的表现也不会太差呢 你这究竟是夸我还是损我啊 不过我刚才就很好奇 这位陈雪小姐的职业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看上去掌握了不少权力的样子 权力吗 与其说是陈学姐有什么权力 倒不如说是数据研究所对欧夏时相当重要吧 毕竟大家生活在一个世界炮里 出了这栋大厦开车不出三个小时 就会到达世界的边境 在这种情况下 城市的运转就相当依赖于 从数据之海中提取的万能材料 根源物质 真要说起来 它的性质倒是和我们在狼秋见到的围级 略有相似之处 怎么 你们这边也要设计恐惧 那当然不是了 只不过 从数据之海中提取加工的根源物质 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 固化为世界炮中任意的物理材料 是这种万能性的相似 我们倒没有研发出 能够直接把根源物质 批量转化成面包或者饼干的方法 原来如此 那就是和石油差不多了 石油 没事 你把它想成地球上的根源物质就行 这样想来 我的身体该不会也是有这种根源物质构成的 这个问题倒是很难讲 因为在转换成普通物质之后 根源物质自身的特性就会消失殆尽 也就是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普通人和我们 应该并没有任何生理性的区别 原来如此 看来我能启动那个末日之矛的原因 应该不在这里 就算没有答案的问题 也没有意义 好 那我们就继续调查吧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发明 可惜这里纸太小 记不下 你好 又是你 这次打算和朋友们一起挑脸家俊 那倒不是 奇怪的事 没听说过 我倒是希望 真用什么超自然力量 把我手里这些传单 都变成钞票 超自然力量 钞票 怎么怎么 想起什么线索了吗 这个真没有 我还盼着发生点什么奇怪的事 好让我趁机休两天假呢 他今天的反应 好像有点奇怪 不知道雨停之后 会不会有彩虹呢 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的猫咪碰刺 也不知道为什么 欢迎来到四只梦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各位吗 原来如此 是陈雪小姐的实验 本店并没有遭遇任何异常 不过 怎么了 有什么顾虑吗 并不是顾虑什么 刚才你们用寻梦者来称呼我的这位邻居 对吧 我只是听到这个称呼 不免有一些感慨而已 感慨 嗯 你们了解哀吕西洋的神话吗 在他们的传说中 有一群能够逆时光而行的天选之人 就被称作 寻梦者 据说这些寻梦者 能够潜入一个人的梦境 再从另一个人的梦境上浮 他们 依靠这样的手段回到过去 观测历史上的一切 啊 寻梦者 你知道这个吗 我没听说过 这也没什么 所谓神话 不过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 原本就不值一审 不过 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这里倒是有本旧杂志 可以借给你们 你们的日子里 有时候也会想和太阳聊聊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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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年龄也只是一个代表时间的数字而已吧 而且也有理论认为 物种的成熟年限 大部分是由其所在星球的共转周期所决定的 总而言之 甜蜜蛇间这边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66800货那边也一切如常 就可以大致确定 我们在末日之毛上引发的现象 基本没有影响到附近人们的生活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再好不过了 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我很喜欢这里热热闹闹的感觉 这也就是很普通的城市商圈吧 算了 你喜欢就好 看来克拉利和赫利亚的家乡 也一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呢 这个 大概见仁见智吧 不过现在倒也不是适合闲聊的时候 事不宜迟 我们或许还是先完成 陈雪小姐布置给寻梦者的任务 然后按时抵达集合地点为好 嘿嘿 你说的没错 梦里偷闲 梦里偷闲 你好 欢迎光临66800货商店 戴墨 今天商店里 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陈雪姐拜托我来问问你 稍等 请允许我教验一下数据库 以数据研究所的标准 今日欧夏室内的所有66800货商店 均无异常 不过 作为特殊事项 我已经把陈雪小姐的这项关切 提交至系统后台 如果今天晚些时候 66800货商店发生任何异常事件 系统都会把相关信息推送至数据研究所 太好了 辛苦你了 戴墨 不客气 这是今天的福利打折券 期待您再次会顾 山殿一丝一壶酒 所以 刚才和你们说话的那个声音是 人工智能 好像是这样的 你们说 戴墨吗 它是分布实际型 严格来说 每一家66800货的店员 其实都是它 你们这个世界炮 未免也太奢侈了 没事 管中亏豹 我倒是大致明白了 那种根源物质 能为你们带来什么 新冠只是个世界炮 看来也相当值得 我们的地球羡慕 不废话了 我们还是快点去那个什么市民大厅 和松学他们会合吧 不知道雨停之后 会不会有彩虹呢 轻浮的风 也是知觉的一部分 陈雪姐 我也刚到 怎么样 你们在那些店附近 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完全没有呢 硬要说的话 甜蜜舌间的斯维特小姐 丢了一罐奶油 不过可能 只是因为她自己粗心大意 果然 我这边的情况 也是类似 松阙小姐 没有和你在一起吗 我拜托她 再做一些更细致的调查 用于我们完全不同的方式 你们是得多依靠依靠她 你是 松阙那间法器的声音 当然 我一边和克拉利调查着 琥珀街的情况 一边也跟踪着你们的进展 与大家一样 我们在琥珀街也没有任何进展 不 没有进展 这同样也是一种进展 别误会 我现在也无法得出具体的结论 但是 我相信松阙 我也是 松阙 她到底是什么人呀 之前 好像也不怎么厉害的样子 嗯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 松阙的伙伴 你觉得 我们应该谁来介绍这件事 嗯 那还是你来吧 从我的角度介绍 事情难免会有事偏颇 好呀 正好 借着这里的展板 我也帮这位寻梦者 补习补习历史知识 请到会排到一线 这里展示的是一百年前 人们建立欧夏世的历史 当时正值大崩坏的前夜 本正世界的洛星 已经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状况下 有一群志愿者 他们决定巧妙地利用 大崩坏中的力量 创造出一个 可以不受崩坏影响的世界炮 让人们在其中安居乐业 的确 历史老师是这么讲的 所以 你是说那种力量 嗯 那种力量 在一些非官方史料中 被称作影中诅咒 嗯 根据他们的说法 在百年前的欧夏 影子原本是一种恐怖的存在 是大崩坏的具体表现 难道说 狼球就是 哎 别急之下判断 在那些非官方的记载中 对抗大崩坏的奇迹 被归结在了少数几个人的身上 说他们牺牲自我 让新生的欧夏世 得以一劳永逸地 摆脱外界的影响 不过 比起有七个伟大的存在 将我们从大崩坏中拯救了出来 更多人还是愿意相信 是无数普通人同舟共济 帮助我们的文明 度过了那次危机 比如说 对 克里亚小姐 在你们的星球上 应该也有过造物主 或者救世神之类的传说吧 回想你的同胞们 对于这些存在的不同态度 你应该就能理解我所说的话了 我的确能理解 只是 只是情况有所不同 在我们的家乡 确实有活生生的神存在 你甚至能在联机游戏里 查询到他惨不忍睹的战绩 地球的情况 确实特殊一些 即使不谈地球之神 崩坏兽 律者 甚至崩坏病 这些也或许 都是我们那里独有的现象 确实都是一些陌生的词汇呢 对乐星来说 曾经困扰我们的大崩坏 概括起来非常单纯 在百余年前的某一天 乐星的学者们突然发现 本征世界正在被一股暗能量缓缓撕裂 他们意识到 尽管原理不明 自己的世界 正不可逆地向着数据之海下沉 如果那个时代的人们 不有所行动 世界的结局将显而易见 毕竟那些已经沉入其中的部分 全都变成了根源物质 和凌乱的数据 对世界炮来说 那的确是他们的忠言 不过 既然他们已经渡过了大崩坏 难道 是也有人像优兰戴尔前辈 曾经做到过的那样 将这里彻底稳定了下来吗 等等 你刚才说 有七个伟大的存在 将我们从大崩坏中拯救了出来 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不知道 我见过的此类记载都含糊其词 以因此和正史相比 他们显得不够可信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假使这些人的确存在 他们原本也不能被视为普通人 据说失传的笔记小说 《七数一法》曾经记载 早在大崩坏之前的年代 作为树 这七位已经在江湖中无人不晓了 甚至在欧夏世建立之初 还有人会将他们称呼为离去的人神 树 法莫如显 而树不预现的树 与其说这是七位具体化的人 倒不如说是七种手段 对抗大崩坏的手段吗 不 那可并非他们原本的职责 让他们被称为树的 正是与恐惧相关的影中诅诈 难道说松雀的 在这些记载中 松雀其人不仅仅是七数的意愿 而且他作为树的手段 还是欺瞒 他所能欺骗的对象 甚至包括物理法则 我不了解你们提到的所谓记载 但松雀是七蛮之术 这一点的确如此 就像也有人称我为气用之术一样 尽管这种叫法名不复实 看来那些传说 倒也不全是捕风捉影 享乐 逊死 结合 破气 虚焰 气用 七蛮 最后两位 现在已经对上了 对 那那里 如果刚才那些说法可以采信 或许一位神正准备和我们重新会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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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